早晨 大家好 這裡是二年公文 和討論的主導演 簡稱二年公文主辦的重騰女 我們今天來的題目是 我們要取回新的香港 我身邊是我們今天的講者 主導演的陳文道士 陳文道士 陳文道士 我是陳文道士 陳文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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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手上 對老師的印象 其實就是在我曾經就讀的硬帶的時間 不過呢 其實我是很簡單的 雖然我 他也是 不懂得看的 因為我本身都是 因爲創造的 但 都 很難看 很難看 所以我認真 那 比較後來的一件事 剛才有見 是 不是在任何教授的時間 都沒有教授的問題 但是 其實我 因為 最多都是 互相關於 政治流行 然後 又是 本土的流行 很難看 很難看 我才會在這裡做什麼 很難看 謝謝 各位 我們 一方面的支持自己 要問其他 外國 或者 對 請聽 工作 有時候 請聽 朋友 有 那有些看法 我认为教师是 有教识的中文是 我认为教师写的书 中文解读 有些关于 中文也有些 文字上的 即是中文 这三个主题 一跳就跳到一跳 那是有点 那是理念美的 正如刚才 和大家 敬礼 善意的时候 我就是古老 藏人的方式 王朝华夏时代 很简单的 藏人礼 孤公就是 文国之行 连代的中国的礼 一两种 都是我们华夏的礼旨 当最古老 就是在唐宋 时间 还在整理唐宋的时候 就是提秀礼 就是定文 深谷 现在我们在华夏区 都见不见了 在人家里面 叫做礼室 也讨论 那为什么会 由做官 然后去教书 又是 港版香港的政治问题 其实都是一年半截 因为我们说 中国有一个传统 叫做 史大夫的传统 我在文大学教书的时候 无论是教文学史 教 文件影 或者是 传统写作 新闻写作之类 第一课都会说 要记得他们的 这个 史大夫的传统 就是说 是史观的传统 因为我们华人的 知识文字 或者文人 就是 不是纯粹的文人 就是不只是研究学书 或者是研究文学文 我们是要经细自用 所以经细自用 就是 书下 课位之后 除了是修身 或者是 立德之外 就是在 朝廷下面 或者是 在朝廷下面 都提醒了 做官 在文家里做官 推了休息后 或者是 立德之外 或是立德之外 立德之外 才作文章 或者是 研究一些 先诚的 和学书 这就是 汉语 写的元朵 或者是 苏东坡 丁建策 那些旺咒 写一下 写一下 赤平夫 或者是 我们的 所谓唐宋 八大家 那 那 为什么他 在 大学 其他 我还没教大学的时候 我想说很多 香港外交的东西 很多 中文的东西 就是 因为 我们的中国文化 就是 在 盲屋的时期 因为 非常之 快 地 细化 这些方面 工业的 原来化 金融量 更疼的 原来化 成事化 上海的原来化 和天津的原来化 但是 暴走到 文化的原来化 就是暴走 如何继承 全国文化 就是全国文化 大致 制止 中口制止 都被他们 全城下来 之后 建立了 新中国 日本人 中国人 日本人 看到的新旧 日本人 看到 日本人 穿过服 就是 他们叫我们一服 就是全治五代 就是三国事件的服装 但是他们本身有所改造 亦是有所反复 甚至很高体 但是 我们中国 今天穿了一件 汉服 他们会被人 五代 他们穿过服 实际上 他们的汉服 就是汉服 就是汉袋以后 他们都 清代的衣 清代的衣 是全座 成座 我们今天看到 所谓康装衣 就是清代衣 但是清代衣 也是全座的衣 清代衣 清代衣 就是汉袋 清代衣 甚至汉化了 甚至汉化的程度 比起 以前南北朝的 夫人 中世 例如康希帝 或者崇智帝 康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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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康希帝 康希帝 梓 isel 康希 Weder ここ 是 是怎樣做到好的黨治 所以我在德國 在中文大學院長處之後 在政府工作 就是做作文主任 就負責創作文處 幫一些政府官的作文處 做文在英文 然後就變成了德國學院 在德國回來之後 傳統在大學做了少少的協任 藍籍節 做到一個懷疑 就是很多人到現在 都仍然在懷疑和會議 就是入了葉國華先生 在香港政策研究所 做了一年多 當時葉國華先生 就做了一個任務 那個一號就是 會不會不會的 然後香港的文化政策 它突然有經濟 經濟官員 然後民生公共的 很多人研究 我看過一年多的時間 就是研究了一個文化 文化外國族群 如何聲傳 如何有宗代的宗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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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就是日本人 就是日本人 就是下宗日本人 英國人 就是下宗英國 旧親之後 住在義家之後 下宗做下任務 這個政治人 在政治上 你叫做投資 而一個成功的國家 成功的國際金融行事 必須有很聰明的投資主義者 故事 當我們這些 例如當我們這些 很多文童出來的時候 說要將一國兩制建築 就是不要讓這件事去看 等消息不去看 那些事去看 沒有試問 讓他再試外貼 收了兩件不法 然後收了兩件不法 拿走了 等到一國兩制建築下去 突然看到 這些賣賣世家的後代 包括中國那邊 是香港的代言人 突然看到 其實一國兩制的其實 是未必是 雖然寫的話 寫的話 寫的話 是不念的 但那個是原本的資本主義 和原本的生活方式 但那個是可以 由香港人來改變的 那樣是 成功 這就是 這就是香港 這就是 會隨著時間變 那麼 那我獲得 我獲得 第三個 研究的職位之後 就 入了幾個 建築發展局 做一些規劃 規劃 就是 文化 藍衆的 文化 暗政府 之後 以外 此解 病 Phone 就是自助傳播的氣泡 也就是自助電影 因為電影傳職的 綜合他們的民族 有個本土的 有證據證據很怕的 所以在97之後很大的轉變就是自助原劇 原劇的發展會有約瑪麗的地方中心 甚至在西州文化區會有新的氣泡中心 不僅僅是原劇包括中國其他的地方的劇情 中心教 之後就在 政府是政府中心做民政局的研究中心 不代表處理民政局的事之外 就是有其他的政府做的 就是在中國大約六年 之後就入獄在 地方不幸的就是政府換屆 東協華社會上台 換了責任權 責任權就是國營運營 我們就去 責任權有個地勢 當真是平衡大學 所以在這裏就是做一個 中文的教學 就是講反 我們一定要恢復反以前 韓唐春以來的偉大的 中文古典在那裡吸收裏 香港童韓政策好 那個字牌全是接到 此外就是 綜合的研究 繼續發展香港童韓的研究 開始做很多人的研究 這個就是 接觸我們 國營運的事官的傳統 做官是需要有學運 雖然有若干的時期 但是要出入公職 就是在學術院做的 其實在政府的時期 都有這一點 除了是政府官 在讀書那些報索的 也不留學 或者是哈佛的行政學院 也有一個 塞士學位 就是在行政學位之外 有些時候就是聘請一些香港的學者 入了一些政府 自助組織 最重要就是中文政策做的 就是有一大伯的香港學者 他就關於香港的民室 經濟、革命、歷史 或者是無所不談 招集十多個學界的人 接著就是 中間接觸做一些政府的公場 有時候看到的業績 業績的多 有時候就跟他有幾多 其他就會聽一些學者的見解 然後政府 聽了之後就會做一些市政的參考 這個在港建立時期做得好一點 梁靖 我明明知道 生日人的時期比較難多一點 請了少量 梁靖的時期也不知 應該沒有發言 黃索希就說 那個士官 或者士大夫的傳統 或者是政府和學術知識 結合的傳統 就比較差 所謂的禮拜 就是創新的 不如把周安出來 做這個政治的健康 或者是研究 或者是想將 我們有一個華人 以前前平友的 史賴夫傳統 和英國 政文統治時期的 那個士官的傳統 重新帶出來 所以一會兒 大家看到我講的那些 懷舊的片段 或者是我講的 政治的學理 有一個很熟悉 所以大家是被盯了一部 或者是被看過的 其實我以前在政府裏面 做事的時候 經常用了一個方法 來看香港 即是說 看回歷史 因為請回大方首帳 或者是有古代的 政務處的官員 或者是要被民官 請回那些更新 我們都已經跟更新 一直接觸了 關於以前年代開的 就是搞政策 決定能決定 或者是法術性能決定的 都會維持在那裡 以前在民政局做事 那裡 跟民間特地接觸了很多 三角圈我沒有過 因為同時我們這些明星 都沒有在看 所以今天第一次發出 一會兒我們看一些懷舊的事 我裡面可能是懷舊的情懷 但實際上 就是政府施政 或者是密宅要理治療的情懷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 基於一個知識 基於對傳統的認識 或者感情 其他要看一看 如何將美好的舊東西 部落的部分 或者改革的部分 傳去生意思考 這個是比較沉悶的 包括政治 我們很多事件在政治 就是被襲擊 炒納 但實際上的政治要做得好 我們是很沉悶的 包括政府做的事 即是去一些政策會議 就是聽一些高官說話 或者聽一些學者 或者是被他的手掌 成就 意見飲酒 所以要定住 請問 總之是去黑法反應 黑法反應 會有可能請他 自己去黑法反應 我覺得這方面的 就是大學生 最后一身 我會想做 我想坐在室家的這些國家 公開車放好 如果我為大家 就相信Ты有成年長於 μια 所以我是定住 大家去睡覺а不睡睡覺 國際俊哲公司 比如說awan吏 關於有趣的 我也登録要社會 該怎麼高的稀fact 開到睡学 多個情緒 有什麼可能是香港的地方 議員和議員都說 不斷斷不可行 議員都說了自己的部分 自己選舉的部分 自己資訊的部分 有時不斷斷不可行 你見過斷斷很合理 議員之間不想施責 議員之間不斷斷不可行 但是政府的態度 公平的態度 他都很看 他平時公職的身份 說了真話 不是很不好意思 馬上走 也很看 是 他拿得久 入禮拜託 但不順利 有這麼多公職 我們就不會做了幾多事 今天有很多事 我先說 一些公職的見解 我們在網上 一路的討論 一路的討論 一路的明方 分了我們 一路的討論 譬如當中有些,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形態 我們是國師所講的 申請一個不同層次的政治眼睛問題 就一直提到,我們很想議 國師會自我朋友去講解香港 我們失去的香港 我們早就失去香港 這個就是為何國師講那麼多 因為國師對於香港的一個發聲 我們非常之惡告 我們在抄襲的訊息,只是PG 大家提到最重要的事 如果你的電話還沒關,打開聲音 最好可以消息一下 即交換一下聲音 細色機板有不合理的電話 所以非常安全 所以才會變成證明 因為你們是不合理的規矩 就不能夠進行 亦都進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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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議員可以合格訓練 這個就叫禮,因為他那個名分 官員要恆久一點要批准香港 所以合格訓練就是請你幫我講的幾個小時 如果立法有三個小時,當然是訓練 他那個名分是可以訓練的 官員是不可以的,不用訓練的 這個就是華人的禮,亦是西方的電話原則 西方電話原則是以前聽美國的參議員 你參與全世界,你會否認識多久 參議員最重要的作物就是 提出一個電話時,自己正在修正外場 在開會時,美國超級大陸,很久 那我自身分析,但是在訓練時,我記得舉手 然後讓我反對 即使是賺錢的,我會舉手,讓我反對 用賺錢的,看收音的意義,都是反對 所以就是參議員 謝謝這個地方 老師,你講到這個官員和議員的 在這段時間 我想問一下這個議員和這個立法 即使在議員抗爭的時間,議員充足是難的 官員,官員是沒有問題 但官員是沒有辦法的 我們可以準備,可以充斥會議 我們沒有辦法,讓我們優惠期間再談 因為有些急的議員就過了 事實是有些難的問題 下一屆或是下一個會才會 那就是在優惠期間會停 例如說,例如說 那個白天條例收定 就是網絡23條 遭到很久沒拉過 另外就是要傳開續航的事 雖然好像禁制的網民 他們要發辦,或者是改靠 但中國裏面也有很多產品 稍微改一點,就輸出香港 如果我被弄了,就不可以拉人 因為這就是民事訴訟的方式 因為他們想發明,就排了兩三年 排了很多產品,就發明 但公司可能會比較多 如果賺了錢 可能一旦有人收索,就虧了錢 就為了,都挖到他們上庭 所以這就是這裏的方法 但刑事罷了之後,就立即到敬禁的男人 所以就是,因為牽涉給人太多 於是拖拉幾次之後,就有政策 即是沒有法律,沒有法律 然後就不作辭 這裏面不再上庭 即是議會聰明的拉一步 實際上是延長一些時間 給整個社會再看一看 以外,延伸了幾多東西 然後再多次 那些部分,即民生 那些政府出糧,你當然要加多 或者是中文,你當然要加多 這部分不以為是民意衝擊 其實那些技術性委會 就是增強了,延長了被官民之間討論的意外的時間 使得那個決策更加增長 如果台灣的話,你更加爭取 做法律,你叫換行 即是正常的政府如何面對抗爭 就是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你,過了之後就大碼 又要繼續收拾 然後,放置了之後,就沒事了 做政府最重要的 另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就是天下無事 即是很失去做 其實每一個政府,或者好像延藝 可能有在這些政治政策看到 很多時候,對哪些民意是 一比其他,他們常常在收藏 其實我們聽到自己聽,自己聽到自己聽 錯了聽,有點意見,有點容量 聽著做一些新人的改革 或者是避開 就是拖過他界 我們那個現代政府最好的事就是有人權 古代政府,在皇朝時代就比較差 即是這個皇帝做的 好像是這個皇帝 如果真正是一個神魂 即是不是困住立憲 有一個受傷 四年人入門做的 如果英國執政,執政,執政,執政 執政,執政,執政,執政 可能是九十歲 可能七十歲,或者六十歲 就挑一張貴妃 被查理師皇子 接著就有三幾個皇朝 或者十幾個皇子 中國以前在清朝 譬如康熙帝 在位,記得皇朝是四十幾年 接著 他有一次跟朝聖歌 你們做神相人 或者做大神人 做上廚 可以隨時罵他 接著上去高魯貴妃 有些時候就想要退祖 明華朝聖 等著他罵他 然後 高魯貴妃的時候 還要遲不忘教 所以有 多謝他的信仰 但是我自己學習看 你也看到學習看的最偉拾處 或者新聞教處 我自己最擁有 原因就是一落人和皇帝 兩邊集成 一落人 就是一個皇子 所以他有一個 學習看的 相對的 那你們就在一屆大廚 不斷送的進食上去 立立他的走入 所以我以前 為什麼 士大夫那麼喜歡 併葬的皇帝 想走路 這裏有泰文靠,這裏有荒座,這裏有水浸,國內拳牌 這裏有勉強任沈,那裏有勉強任沈,新疆有勉強任沈 新疆有勉強任沈,新疆有勉強任沈 而那裏退位,容德業弄了我去做新疆循庫,一死 那裏就馬上死了 當然是在新疆循庫之前,通常是定座 然後莫弟說,你連時已高,就要退位 看你這些顏色抗爭 以前都有,有些學習的博士,以前都有這些 他休息後,他做這個新疆循庫,就要退役 蘇州,我們回到哲學,教書,議論,演證 當莫弟搞健身,就照顧他 剩下說,又要加工進帳,就給多些官奉 甚至給多個帳位,之後才肯做一些殺的任務 算是兵重死亡 其實算是兵重死亡 這些都是以前的官場做法,即使當時中國也有這些 在現代社也有不同的 在現代社會也有四人任務,一本人任務 每個總統的元首都是這樣 那時候,監獄你怎樣?監獄你很簡單 現在,將他學到下一個大 他在下一個大大怎麼算呢? 能不能呢? 對於一個執政的元首、特首 例如是師牧長,即是分責 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是阿仁,沒有任何做 阿仁,沒有任何論多 他在特首都連任兩人,連任界人 不可能沒有打人 那麼,師牧長呢? 工時連任的時候,就要怎樣監獄 即是由監獄、科技分分 包括經濟局、監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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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監獄、監獄 為什麼要這樣監獄呢? 就是讓他任何搞定的事情 他會脫身 脫身後,他就不用再連任 再做任何事情 所以很多時候,為什麼都懷疑 為什麼這個人不擅長 抗議政策呢? 為什麼要有這個福利官 因為他不想去政策 政策呢? 這個很簡單 就是上海人的抗議政策 搞定一點的事情 就脫了給他 那他就學了生理 再搞定,再拖他 拖他探戒 大使員都是同樣 四年入 全區公開不可能一樣 但他每次回到 他都在實現 又重新打火 以前開了這些 其實是這樣的 經過的協議 又重新打打打打打打 最難搞的 明明最難搞的 那些叫上任的政府官 就是一些記書長 或者是在政府裡面做樹木的政府官 那些就是可能 十年都是對全民的政府 但是香港的政府官 是有一個論點的經濟 就是政府更改 可能他十年左右 有論點的經濟 就是他都會再處理 那這些叫拖延 所以千萬富二 政府會見他那些事情 是很近的做的 但實際上 政府做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 技巧要拖延 Echo General interesante 使策略一個錢 潘洛化妝 date 噗困 KA 朋友很方便 原來沒有幾個問題 因為中心肖費 那個中心肖費 過後 條1 Iz管 結果 中心肖費 本來需要再處理 Cash messy 你可以 usar 胡澗 跟ерж症 即使政府 會測倒 剛巧那個出生讀就好了 多了教師 醫院 社工的職位 小孩子的出生讀間 十七八歲 讀中學院大學 忽然之間拖了五年之後 那個問題解決了 就搞定了 有些事情解決不了的就是拖延 所以二妹的鬥爭 拉布 那些是整個市職的水埔 有時說得壞些 有些政府想過某些政策 就特意承認一些位置給議員發授 有些政策像是前朝流流的 或者有些人不知哪個 這個水埔議員看得出來 當時又小心臨走岸 全力 然後麻煩撇冷他們 所以他們的負責任 同意我都反對 你反對下 你反對下 有一個位置 反對下 反對下 不覺得自己很大 降致或者收敬 這是他們全面代政治 本代政治 而政治的玩法 應該理解了這個 就對一些 無論正關的事情 或者譬如說 看了上面 好像很激氣的事情 就是全天派 你見過很多東西都是全天派 剛才好像在電台裡面 就是被圍戰那些議員搶光光 那大家就 就 就是這件事大家 請回來了 好 第一次呢 他在電視上有很多光 他就用完再當全力 再當全力 再當全力 下次合作 下次合作就順便很多 那好像 他就給一個位置 就是 羅登國 就是 他建立上一番對黨的 升威 那 下一次這個選擇 就會當成 然後 下一次 可能要反對 會不會有多一點 就好像 這些選擇的光環 其實 這個前輩 可能是深的前輩 但其實 剛才剛才說 因為政治裡面 有些 官員 那些次大人 都可以抓到皇帝 其實他們都不得了 整個 其實都是一個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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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比較腐敗的民朝 都會有些監管被害除 如果你真的看 開除法官 那些真實歷史 是太恐怖 他就罵到那個皇帝 是好 人可以殺他 人可以勝負 會罵一次 他在前面的威平 或者民間威平 海水本身是很高的 他那個問題 有些 卻 卻 卻 但他就次次靠 鬧 結果我們就這樣 比較好 實際上他鬧 如果你 看回他的宅長 他就看過你出發 他是不是都鬧 所以 皇帝都鬧 每次都變成本 但是他就變成本 又變成本 又變成本 又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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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